一顆顆還沒成熟的牛番茄 高掛在農園 農民拿著繩索固定番茄的筋 就怕風大被吹倒 令頭菜農頂著強風 將空心菜一捆捆的用皮筋綁起來 接著將綁好的空心菜 用麻布包起來放到貨車上 準備拿到市場去賣 隨著小捲颱風直逼臺灣 雲林的農民一早出動人力 搶收辛苦種植的蔬果 是很怕颱風帶來狂風暴雨 造成損失 農民忙著採收農作物 婆婆媽媽則是趕快到市場囤貨 一早就湧入不少人潮 颱風還沒帶來強風 菜價就先漲 以高麗菜來說 颱風前一台金六十元 現在漲到一百元 從則是一台金五十元 變到八十五元 青椒一台金四十元 漲到一百五十元 調味用的辣椒也 從一台金五十元 漲到一百元 香菜更誇張 從一台金三十元 漲到兩百元 怎麼不會 現在什麼東西都滿貴 貴死了 高麗菜 另外還有什麼是比較油乾 蔥也是滿貴的 婆婆媽媽採買 對漲價超油乾 只能調一些漲幅不大的 蒜頭薑母跟金類跟豆類 要想吃到一些輸過 也只能等到颱風過後 菜價回穩了再買荷包 才不會吃不消 華視新聞綜合報導 哈囉 我是李明銳 想要搶先掌握 最及時的新聞資訊嗎 趕快訂閱按讚開啟小鈴鐺 鎖定我們華視新聞的YouTube頻道